李连杰究竟有多快 1991年 曾与他合作过黄飞鸿的真子丹 在采访中公开表示 合作过这么多的人中 李连杰是唯一一个让他打起12分精神的人 李连杰真的很好 他快让我比较更快 他更快还是更快 好像就是如果你慢了一拍子 别说大家会打伤对方了 你A1也都很难看了嘛 所以大家都抱着那种 美国不能出过 要打得给完美 李连杰确实是一个强大的对手 英雄力士 给我的药力更大 为什么 当时我拿了一把长的红银枪 然后他拿了一把红银枪 他已经很快 而且他的冰心 然后他甩一个圈 不要用两倍直接甩一个圈 所以他再过来的时候 我真的用尽我所有的办法力 来迎接他的技术 压力非常高 法国著名的导演克里斯·纳汉 在时隔多年后谈起 当年与李连杰合作的龙之吻时 更是表示 他的动作实在太快 我都看不清楚 而在2008年成龙与李连杰合作的功夫之王中 两人还因为打得太快 摄影机无法捕捉 只好重拍 听说在功夫之王里面 你和李连杰打到导演 就是发飙了 说你们打太快 我没法用 对对对 而715觉得最能展现李连杰快的电影 绝对是他口中的最后一部功夫片或原假 提起这部电影 可能很多人印象最深的是李连杰在片中 那一句豪横无比的台词 但实际上 李连杰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 确实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影片的中心思想也的确是如此 但没想到的是 因为李连杰将霍原假的事迹 改成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带入到了片中 所以导致了争强好斗的人物塑造 直接惹怒了霍原假的后人 当时该片还被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 虽然最终霍兽精英电影夸大于虚拟的内容 仍在可容忍的规模之内 驳回了上诉 但是此事还是让霍原假争议不断 在上映后竟收获了六点几的评分 如今也才堪堪涨到7分 但实际上这部电影 绝对是李连杰最被遗孤的神作 而对着自己最后一部功夫片 李连杰也是费尽了心血 他花了近两年的时间跑遍世界各地 寻找各路门派的庶民高手过招 并且邀请到了电影中 只是为了呈现出最真实的打斗 在后来的采访中 李连杰也表示 霍原假打斗的真实程度 足以媲美金武英雄和秦爷大战的那场戏 李连杰更是直接要求使用真刀 而因为李连杰动作实在太快 当时饰演秦爷的陈之辉 只是因为慢了半拍 直接就被李连杰用刀砍伤了鼻子 而李连杰也并不好过 因为在拍摄这一段打戏时 他不慎从12尺的高台上跌落 导致严重内伤差点丧命 从一个12尺的台上摔下来 摔了以后呢就当时没事 但是受到震荡的内伤 然后以后我就 我以前2000年啊 2002年进到5500都没事 那次摔完了 到雪山去地关 去了以后呢 头一天没事第二天没事 到第五 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 实在上了情 然后我到医院去检查 他就说 你摔到了以后呢 鼻子炸去就是没有断的 但是卵组织很多都受到伤害 很多东西都不通了 所以你不进到高原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的问题所在 虽然该片在上映前 差点被进风波不断 央视版更是直接删减了37分钟 把杨子琼的戏份删得一点不剩 但是在当时 霍原甲的全球票房 折合成人民币 仍然达到了5.6亿 而放到如今 至少也要10亿起步 更别说 还有音乐天王周杰伦的参与 他为本片奉献的主题曲 霍原甲更是经典中的经典 而且因为是偶像创作 当时这首歌 他也没收李连杰一分钱 还称这次合作 是他今年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终于在霍原甲这部电影上 有手合作 而且自己是非常的 觉得开心 而李连杰也给出了自己的肯定 他的歌比我打的拳都要快 我觉得太快了 我听不清歌词 真的 比你打拳更快 比我打拳更快 太快了 我听不到歌词 因为有字幕 我才真正明白他唱什么 真的找到 原来你个厉害 他的事情 因为两人合作的过程十分愉快 所以说多年后 李连杰还专门请来了周杰伦 再次与他合作了海洋天堂 不得不说 那个时代真的是太过于辉煌 如今715真的是无力吐槽 既等不来周董的歌 也等不来李连杰的电影 两人合作更是让人感觉比登天还遥不可及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点个订阅吧 我们下期见